欢迎收看小高 WTT年度总决赛 虽然只是个商业赛 但是男双女双丢冠 给中国国兵敲醒了警钟 为什么这样说呢 女双这边 我们的两队组合 都输给了日本的宵球组合 在中国国兵缺乏宵球教练 球员的时候 中国国兵面对宵球和特殊打法 已经处于被动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其一 其二 相对于日本国兵男女队 年轻球员的百花齐放 我们的年轻人培养 已经出现了问题 男队新生代能够拿得出手的 也只有一个临时洞 女队更是远远落后 日本女队已经有多达6名 00后球员 已经打出成绩的情况 而我们的年轻球员的培养 之所以出问题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的教练组 力量大不如前 吴敬平 王涛 刘国正 黄海诚 陈启 孔令辉 郭燕等等教练的离开 让国兵没有以往的储备 优秀的教练都压在一队身上 年轻球员 巨大部分是5至6个球员 教练资源想要让年轻球员拔尖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而众所皆知 在此前 李笋指导就表示 在亚锦赛之后 教练组会进行调整和竞聘 所以国平很有用 可能会迎来教练回归潮 谁会成为重返国平的教练呢 目前来看 有三个人选是比较合适的 第一个是陈启 陈启对于清训 一直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 陈启在新人培养上 也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 所以陈启无疑是球迷 最为期待回归的教练之一 如果陈启回归 如果把二队的部分球员 交给陈启 相信陈启一定会给他们 带来不一样的气质的 第二个合适的人选是张继科 张继科转任基层教练之后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他帮助多个小球员 进入了心仪的大学 张继科的优势在于他年轻 又愿意转行当教练 如果让张继科重回国家队 他有机会成为下一个马林 王浩 第三个是许馨 许馨和孙颖莎搭档的时候 教会了孙颖莎许多的东西 如果许馨愿意回归 以许馨的全面和左手打法 许馨能够帮助国平 解决部分的新老交替的问题 但是这个事情 是许馨愿意暂时放下自己的事业